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平常會裝在包裡的化妝品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護唇膏 還有眼睛的遮瑕膏 再來就是我平常其實妝不會很濃 因為上學沒有時間化妝的話 我就只會用眼下的打亮跟細細的眼線這樣子而已 所以就只有一支KATE的眼線液 還有這兩支HOLICA HOLICA跟SALONE的莫蟬打亮筆 唇膏我會有兩支比較深色的唇膏 因為平常氣色看起來比較不好的話 你擦上這種比較深紅色的唇膏 氣色一下就會看起來很好 那你沒有時間化眼妝的時候呢 一支這種深色的唇膏就是很好的幫手 因為你只要這樣輕輕以化 整個氣色看起來就會好很多 平常要趕著出門的時候都沒有時間弄頭髮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東西就是這個乾洗髮的噴霧 這個是我在多很多的店裡買的 但是台灣網路上現在買得到 如果沒有時間洗頭的話 又要趕著出門 你就用這個在頭頂 隔30公分 先開一層噴裡面這邊 這樣子 大概噴個 我會噴個兩三次 你也可以用這個當做膨膨粉的功效 它也會讓頭髮變膨喔 所以你就算有洗頭也是可以用 然後 你看就是 你再把它梳開 它那個粉就會把你的油吸掉 然後你頭髮自然就會看起來比較膨 這樣已經立刻膨了一圈了 完成這一步之後 我就會用我這支之前介紹過的 Riflon的 嗯 沒有把手的捲髮棒 像這支就是一般我們常見的 有這個夾子的 這個是完全沒有 所以用這個時候要小心很容易燙到手 但是如果你會用這支的話 會用這支的話 你要捲頭髮 你要捲那種蓬鬆的捲 超級方便 假如我今天時間很趕的話 但是我又想要有一個蓬鬆一點的捲髮 我就會用這支 雖然它容易燙到手 但是你如果學會的話 其實它很方便 而且捲出來的捲很自然 時間很趕的狀況之下 你就是隨意的抓一束你想要它 蓬鬆的地方 比如說這邊 然後 抓出一束 如果你想要越自然的話 你就可以抓大束一點 從後面往 把電捲棒放在後面 然後你就沿著它的這一根繞 就可以了 你這樣放下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凌亂的感覺了 這裡 那你這時候就先不要管它 先不要梳開 繼續 用別戳 抓住頭髮 把電捲捲棒放在後面 沿著機跟棒子往下繞 然後等個7秒左右 放下來你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螺旋的這種捲 放下來你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螺旋的這種捲 這時候看起來還不太自然 但是等它梳開之後 就會很自然 好囉 這樣一邊差不多就完成了 拿出梳子 把它全部梳開 這樣子一邊的蓬鬆法就OK囉 另外一邊我們一樣照著剛剛的步驟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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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